2017腾讯娱乐白皮书今日发布,杨幂、吴刚、王源、玛丽、杜江恩亨父子、毛补义出席活动,并各自代表明星、电视、电影、综艺、音乐等领域领取年度荣誉、博纳总裁于东、金顿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正、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吴童、欣喜文化创始人员涛、腾讯网总编辑李方 作为颁奖嘉宾,都以自己的角度对这一年的行业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过去一年人设成了娱乐圈热词,人设崩塌或崛起的故事,从年初上演到年末,获得腾讯娱乐白皮书年度之星的杨幂 对此就有很多话要说,我的人设是什么,我想了一下,都没什么好词,我是全世界最不缺黑历史的女明星 我的人设,都已经崩塌的不能再崩塌,这番坦率赢得全场嘉宾的掌声雷动 不过自嘲之外,杨幂也表示希望大家看到她的用心,称不管别人怎么看她,流量,演员或是明星都无所谓 反正她入行十五年,到今天还能坚强努力的站在这儿,一直支撑她的无非是入行时的初心与降心 不管评价是什么,我一直在努力和遵循降心精神,我一直在努力工作 而下面一番话则是相当的耐人寻味了,人设崩塌如我,都能开开心心,站在这里分享黑历史 希望大家能感受到这份正能量,祝大家在这片游乐场里,玩得开心 当天的另一个意外出现在综艺颁奖环节,凭借王牌对王牌,青春绿色等热门综艺,王源斩获年度影响荔枝心的殊荣 王源此次大玩闪秘,将出席保密的滴水部落,就连不少粉丝都感慨太意外 王源感慨了上综艺的不意,罪报从今年刚开始接触综艺,发现上综艺是一件挺难的事情,也很磨练人,要与人相处,还要应对许多状况 当天发布的2017年男星,女星网络热度榜单反差巨大,男星方面,90后小鲜肉继续领跑,王俊凯的热度指数占据榜首,成绩远远甩开 一众80后男星,热度足鼎虎哥家里一封家陈小三人,王源锦随其后,陆寒则成第三 女星方面,80后女星倒还是仅仅盘踞视力顶端,杨并影视,综艺,时尚全面开花,强视登顶,赵丽颖与范彬彬责分居亚军,继军宝座 类似的情况在明星商业价值排行榜单中已有体现,男星方面的成绩完全体现出颜值及财富 青春及价值,陆寒,吴亦凡领跑90后鲜肉,分居贯亚军,洋洋的商业价值指数居第三 而因游学短暂停工的虎哥遗憾排名下滑,女星方面,可谓是大女主戏里掌权,戏外赚钱 凭借楚桥转赞烧一把火的赵丽颖勇夺榜首,Angela Baby与杨幂也都打进前三 另外,2017年明星爱旅热度榜单,也颇为引人瞩目 今年恋,恋爱,虐狗的明星行旅,以方倡罢我登场,不过论热度指数,最高的还属陆寒关小童 陆寒宣布恋情当天更是一度导致微薄瘫痪,里沉众望所归求婚饭冰冰成热度第二 大众的支持指数可以想见,排名第三的则是黄小明Angela Baby Baby 自从晋升辣妈后,事业也进入了新阶段,腾讯娱乐第四次发布年度娱乐白皮书 在2017腾讯娱乐白皮书中,数据内容源覆盖超300家媒体 所有主流视频网站,及多家主流社交媒体网站,数据计算量超100亿条 多达数百项明细数据指标,娱乐产业风起云涌,2017腾讯娱乐白皮书 从电影、电视剧、综艺、音乐与明星五大板块盘点 回顾年度娱乐大事,见证年度产业变化,洞见娱乐市场未来 请不吝 quiet